曾經的私農主席 曾經的白髮和中華的各位同事 今天我很高興 跟私農主席一起共同主持 從白政府和國會的第二次全集會 我非常高興地聽到了剛才私農主席 對兩國友好合作關係和委員會工作的高度評價 我完成和贊成私農主席對我們兩國友好合作關係的高度評價 第二年來 在我們曾經的兩國原則的共同推動下 我們兩國的政治復興程度 遭到了前屬未有人高度 我們不僅在政治領域高度一次 而且各領域的負責合作 都取得了顯著的成果 經貿領域 科技領域 教育領域 營運領域 安全領域的合作 全面推開 如果有一句話 如果有一句話 來衡量我們兩國友好關係的話 那就 我們全方位的 全面的 全天后的 商量或者關係 正在全面推開 全面推開 特別是 尊敬的 盧卡斯克總統 將在 下個月對中國進行 一個環文 我們兩步兩手 將在中美關係的進入發展 做出全面的規劃和付出 我們相信 總統的 這次對中國的訪問 畢竟推動中國的關係 和合作 達到新的意識高度 這像剛才市民主席所說的 希望總統的 對華的第九次訪問 能夠成為我們兩國合作 新的里程隊 因此 我們兩國的合作委員會 這些會議要受的工作 不僅是我們要 總結經驗 奮養成績 而且 我們還拿著 上午 總統給我們所說的 具體指示要求 近乎尋著 我們這兩國國中 還有哪些 不得環境 進一步研究其策 改進的措施和方法 進一步提高我們兩國 合作的規模和水平 也進一步規限我們兩國 全方位的全面的 戰略合作和關係 首先 我們要充分成立 能做來 醫師合作委員會 進了以後 所分委會 和立書處 緊密合作 所做的 大量 具有成效的工作 剛才 師傅主席 做了全面的規模 我完全 同意他的評價 你剛才 他想的 我們一帶一路建設的 延板工程 中北工程建設 取得了重大競爭 之前 師傅主席 剛剛從中國訪問回來 他說 我們商務部的 眾部長 共同組織了 計謀會的相關會 你看 我們能夠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 取得了那麼大的建設會 中北工程園的 其中一名的 技術的建設 已經基本建設 起步區的十個項目正在推進 一萬兩千平方米的血池流 二千平方米的標準產博 十月底將完成主題建設 另外 商務部內油項目的總面積 達到十萬平方米 也將會今年豐富 一批工程項目 進入園區 這些都反映了園區方面來說 取得了重大的進展 另外 我們還在這兒拖曉 在完善園區政策 和投資環境 優化 運行機制方面 也能夠在 取得了雙方的共識 所以這些方面 都是我們一個成功的改革 因為這些新的投資 運動中間 我們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去年 習近平主席訪問 人物的時候 提出來 中方給北方提供 七十億美金的融資支持 現在 一年來 其中三十億二千萬美元的融資安排 已經得到了落實 或者得到了初步喪失 這是一個很快的對話 另外 現在對今年全球貿易碰到一系列困難的同時 我們中美上方 特別困難 今年中美的貿易規模 比去年同期上半年 增長了百分之二十 另外白方需要的 寶藏集團共同建設 已經在五個州同時開工 另外我們地方合作方面 已經 白方的六個州和一個市 都同中國相關的神建立的對立關係 所以要說這些合作所有的話 已經簡直上當 我們可以說好多 另外這個關係的話 不僅在計畫領域 而且我們在科技領域 教育領域 文化領域 都取得重大進展 包括我們安全領域的合作 可以說是其他國家說不能比的 這充分極限了我們兩國 正式復興 達到前所未有高度的具體的極限 我們放心 這次總統的學會 找中國的訪問之後 我們一定會取得更多的成果 幫我們兩國的合作 提供到一個新的水平 當然 我們在充分肯定成績的時候 我們還要看到 我們在合作方面 還要有一些補助環境 我們雙方要幸福 共同勇力 可惡自己補助環境 把我們兩國的合作水平 提供到新的意識階段 不公布兩位元首 對我們合作委員會 各位同仲的充分的信任 下面呢 我建議 甚至推請我們雙方的律師長 和分委會的首席 和代表分別發言 首先 我想請我們委員會的正方律師長 中國外交部律師長 助理 以為來同志發言